好现在呢对屏东的民众来说比较重要的说 那么有105个人感染的是钩端螺旋体的感染 那么几乎每一户都有人发烧了 那么现在即将31号就要开学了 家长也担心说这个孩子呢抵抗力不足 上学之后呢容易被感染 暂时的将孩子就送到附近的国小去寄读 但也有人送到外地的亲友家去寄住 等到疫情稳定之后再让孩子回到学校来读书 万能像万内村民忙着做居家环境消毒 因为村内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钩端螺旋体感染 几乎每一户都有人发烧 人心惶惶村民紧戴口罩不敢再下 因为要开学了家长各个体心吊胆 就怕孩子抵抗力不足 上学容易被感染 还有人直接将小孩送到外地寄读 家长很恐慌村内的猩猩国小也取消28号的返校日 连日清理校园每天都消毒 校方说校园的环境很干净 31号如期开学 那或许会有一两个孩子 他没有办法如期在这个时间回来 如果家长有这样的疑虑 那我们也尽量跟家长沟通 屏东县环保局人员也到湾内村检测水质 另外也出动外手清除漂流木 又敢在开学前防止疫情扩大 让学童安安心心的上学 周年新闻黄姚明王月芳 屏东万丹香报道